日前 新唐人加拿大总裁或加拿大政府颁发奖章 在这之前 本台得到中共内部密件 其中只称新唐人对博王事件做了最全面 最及时 也是最准确的预告 有评论人士认为 加拿大政府给予新唐人的奖励虽然有些迟到 但这两件事情从正反两面证明 这么多年来 新唐人不被表面假象迷惑 坚持真实报道 赢得了社会的肯定 下面一起来看看这则报道 10月11号 新唐人电视台加拿大总裁王少九 在多伦多或女王伊丽莎白尔时钻记讲章 加拿大政府表彰 新唐人电视台持续曝光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践踏人权行为 特别是坚持曝光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 同时获奖的还有大纪元时报 加拿大东部报社社长古思颖 纽约民主大学校长唐博乔认为 这是一个迟到的正义 全球自由信息运动创办人张新宇认为 新唐人得奖有两个原因 首先说第一个的话呢 这是必然的 因为新唐人电视专业这方面很专业 第二个呢 现在在中国呢 它是一个唯一受某个党或者共产党控制的一个媒体 它只要把握的是一个标准 那就是真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电台呢 也是全世界所有的电台应该学习的榜样 据唐博乔了解 现在所有的华人都知道 要想知道王立军薄熙来事件的真相 非看新唐人大纪元补课 现在其他的那些新宗媒体啊 然后这个以前是貌似中立的一些海外媒体啊 他们也很多还要看中共的脸色嘛 那么大纪元和新唐人他们唯一的这个在华人媒体里面是独立的 那么这个时候大纪元和新唐人就上了巨大的优势 很多人也会给他们爆料啊 包括我本人啊 所以给他们提供一些非常重要的吧 这个微信息嘛 据唐博乔观察 有时新唐人的一个视频在UMAC上的点击率达到几十万次之多 他说 王立军薄熙来事件以后 国内民众寻找真相的愿望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相信大纪元新唐人这些正义媒体和微博的讯息 另外 新唐人获得一份中共内部秘密文件 内容点名新唐人电视台等媒体在今年王立军事件发生后 由组织多渠道收集内部信息 对博王事件做了最全面 最及时 也是最准确的预告 外电大多引用了这几个媒体的消息 但更多中国民众被他们的技术部门所谓成功封堵 对了对付法轮功啊 对付新唐人啊 对付大纪元 另一个项目这个队伍很庞大 做这个事情的人很多 所以呢 比那个任何其他外界的人还要更清楚 新唐人是什么电台 这样的一个文件 也更加从反面证明 新唐人也是应该获得这个奖的 独立评论员李善坚指出 过去中共一直想把新唐人边缘化 用所谓法轮功勾结国外反华势力来蛊惑民众 现在中外对新唐人相同的肯定 中国人应该更加清楚了 咱们举个例子哈 最近不是有一个大陆的一个作家莫言呢 夺了诺贝尔奖吗 那在没得奖之前 那把这个奖给了 比如说给了高兴殿的时候 那那个诺贝尔奖 这个委员会 这就是反华势力 那现在呢 给他了之后 他就不讲 他就不是反华势力 大陆文化评论家叶匡正认为 新唐人敢于报道中国的真相 再加上丰富的节目吸引了大众 不过他表示 如果中共允许新唐人进大陆报道 节目会更加精彩